零基础学音乐简直太恐怖了 你会第一次感觉学的能有这么快 今天我们就从零基础一起来认真的学一学 这条视频会比较长十几分钟 大家一定要耐心的跟着我们从零慢慢解析看完 大家收藏起来慢慢学 那么拿到一首歌之后呢 我们首先先看歌曲的左上角都等于F 那么这个F呢代表是一个F调的歌曲 那么第二个呢58代表是歌曲的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呀就代表整首歌 我们唱的一个快慢啊 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那么58呢其实代表是每分钟有58盘 那同学们如果对58没有概念 可以想60吧 60呢在我们节目当中 是不是相对于是一秒钟是一盘 对不对 那么比60小的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慢一点 比60大的是不是相对来说会快一点 这里只是一个让大家去理解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这个呢是个42盘 那么下面这个4就在节目当中是以四分音符呀 为一盘 上面这个2呢代表每小节有两盘的一个市场 那么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很多同学经常问的 什么是四分音符呀 每小节怎么会有两盘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啊 啥叫四分音符 我们在拿到一首歌在看之前啊 你要先了解几个点 简朴当中是有几个了啊 全音符还有二分 还有我们的四分 今天暂时咱们先看到四分 这几个都是音符的一个市场啊 全音符呢代表一个音呢 我们后面加三条增实线 整体要给它唱扣四拍就可以了 那么二分音符呢就是把它二分了 二分呢就是一半嘛 是吧 一半呢就是二分呢就这么长 是几拍 一个数字一条线 唱够两拍就可以了 那么四分音符呀 就是把它四分了 把它四分了就相当于是一拍一个音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 这个四分音符呀 挺简单的啊 一个音符是一拍啊 就是个四分音符 那我们来找一找 哪些是四分音符 你看 这个一像不像四分音符呀 是不是 是不同意们 这是不是就是四分音符 我们一个音一拍啊 你看这个音后面加一条线啊 记住啊 它可是咱们的二分音符 一定要认清楚认准确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说了 以四分音符呀 为一拍 这是一个标准 那么每小节呢 有两拍 什么叫小节啊 我们来看简朴 有这么多条竖线 这个竖线呢叫小节线 一般呢是两条小节线之间 它为一小节 那么两条线之间呢 为一小节 那我们在真正学节目的时候 你看这么多小节 对不对 而且呢 你会发现 好像里面很多小节的 这个音的数量不一样 有些是五个 有些两个有过三个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概念啊 每小节有两拍 就代表每小节固定好 我们呢 只有两拍的一个时长 这是固定的啊 固定不变的 就像它一样 两拍 那么这的音多音少啊 我们就来研究 这的一条线两条线啊 这怎么回事 咱们马上讲 包括同学们是不是 装着一肚子的问题 是吧 弧线啥意思呀 这个点什么意思呀 这杠什么意思呀 别着急 我都会讲 大家呢 帮老师点个赞 好吧 点个赞 关注一下啊 我们来看看 咱们节目里面这个 一条线 好吧 你看咱们先简单读一读 Dow Roy Mi Sol La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个一条线 我们在节目当中 这个一条线 它是怎么出现的 是不是 怎么回事呢 哎 它呢 我们经常听 叫到八分音符 这个八分音符呀 在四分音符的下面啊 八分 还要什么 十六分 那么啥叫八分音符呢 同学们来看这 我们节目里面这个八分音符呀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数字下面加上一条简视线 同学们一起把简视线 你可以打带评论去 好不好 加真印象 今天的笔记比较多 那么这个简视线呢 就是减少上面这个音符 原来的一半 大家慢慢思考 那么减少一半 原来这个音呢 是一盘 对不对 我们减少一半是几分啊 哦 是半分 你是不是也能理解了 那么减少一半 我们竟然也知道了 是半分 没错 那么现在 我们看到节目里面的 这个两个半分 合到一起 是几分 刚好就变成了一盘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音符 我们再读 你看 DOU RUY MI 是不是 一下一声 搁上一半 是不是这就解决了 咱们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的 一个小问题了 对不对 同学们经常在问 什么一条线 怎么回事啊 我们看到了 你通过这个学习啊 你会发现 节目里面一条线 都能看懂 对不对 啊 它都是半分 那两个半分 合到一块 自然是一盘嘛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两条线啊 那我们再看到 拿到一首歌 再看到这个两条线的时候 你可能不太懂 它是怎么回事的 它叫啥 同学们 它叫十六分音符 那么它的表达 其实就是在一条 简视线的技术上 再多加一条简视线 就是再加一条 那么再加一条 作用就是再减半 是这个原理不 那么大家来看 如果再减半 就是把这个半盘 你看啊 从中间 我们再给它划分开 对不对 花分开之后 它就变成这么长了 你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音两条线啊 它就是这么长了 那当然了 一个数字两条线 我们是要去试操的 对不对 那这样没法读呀 所以说 一般在谱子当中 你会发现 经常出现的啊 就是两个 十六分音符 合到一起 是几盘 一个是这么长 两个合得一会儿 刚刚好 是不是 就是个半盘 哎 你看这个REMI DO REMI DO REMI 是不是这样唱起来 就很顺了 对不对 你也能理解了 啊 包括这个DO REMI 你看这个都是一半 REMI 是上了一半 你也能听懂了 对不对 那么学到这儿啊 有同学有点 有几个问题啊 他会说 老师为什么 这个下面加点 这中间还能加点 为什么这个点 它这么多呢 是吧 你看这个MISO 下面有加点的 中间有加点 上面有加线的 是不是 这上下中间 下边的全都有东西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学呢 好 我们一个个解决啊 老师就是你的小帮手 记得帮老师点个赞啊 可别忘了 这个点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 同学们注意听 它是我们低音区的一种表达 你看这儿还有个点 看到没有 这是高音区 我们节目当中 同学们看这儿啊 它有低音区 有中音区 还有什么 高音区 因为我们普通当中 不可能说 就这懂人 咪发索拿去吧 对不对 那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 这么好听的音符呢 有高有低呢 所以说 低音区的表达 我以三M为例啊 那么这个低音匿呢 就是下面 低音区的 就是下面加点 中音区呢 就是不加点 那高音区呢 就是上面加点 加的够明白吧 你要会区分 那有人又会问 那老师 为什么我看到一首歌里面 一个音下面加两个点呢 那当然它的名字 叫做背低音 知道吗 就比低音区更低 那为什么见到 数字上面加两个点啊 叫背高音 比高音更高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懂得 这些基本的阅历知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知道什么是低音了之后 对不对 也知道一条线 也知道两条线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 第二个就是中间这个点 还有上面这个弧线 是不是这样 你看我们在读的时候 你先感受一下 换气 对不对 那么在这儿 同学们看这儿啊 SO和LA之间会加上一个点 对不对 同学们 那么在这里 我们在学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点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点 同学们 在我们节目当中 叫做一个伏点啊 那这个伏点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就是要延长前面的一半 同学们 看这句话 延长前面的一半 如果说是延长前面一半 怎么理解呢 这个SO 它是个一盘 这个点 延长一半 很明显是半分 那么后面这个音 加一条线啊 就是上来称一半 所以说 那我们这个音符 在咱们不识谱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去打盘 你的思维会更清晰了 对不对 你看 一盘 加个延长一半的半分 再加这个音一条线是半分 那么连到一块读 SO 那我们打盘的话就是 SO 是不是简单多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 我们把这句读一遍 然后我们讲这个线啊 大家不要着急 你要真的感觉老师讲得好啊 记得帮我点个赞 点个赞 关注一下这么多笔记 你都可以慢慢记 预备 DO RAI MI SO LA DO RAI MI LA DO SO 换气 对不对 那我们来讲这个弧线啊 这个弧线啊 是咱们很多同学 特别关心的 因为啊 有很多人呢 不了解 为什么这条音 就是 他不加 他要加 他们要加 而且跨度这么大 你不知道 他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不是啊 这是不是大家心中的问题啊 别急 老师给你解决 这个线 我们在节目当中 把它称的叫连音线啊 大家呢 把连音线打出来 那有人说 老师你讲的不对啊 那为什么别人都不叫连音线呢 因为 别人叫的是连音线的其中一种 叫做圆滑线啊 同学们 圆滑线 这面对的注意听啊 是不同音 知道吗 不同音 那么不同音的叫圆滑线 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还没学清楚 就学这个名字 没用 那有用的是什么 注意看了 哎 真正想了解他的深入 就要看歌词了 他的表达就是 一词呀 多音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连音线的一个 具体的表达 那你说圆滑线 那就一句话 就是把音符连到一块 圆滑的给他读出来 对不对 更好听 够优美 但是呢 我们真正意义上 其实呢 要解决的是歌词 知道吗 就是一词多音的一个效果 一个歌词有多个音符 大家是不是今天第一次听 对不对 一词多音 啊 那么你看呢 我们知道唱歌呀 你听的歌唱家 有高有低的 是不是 哎 听优美 听动听啊 其实呀 他们这一个歌词里面注入了 不同的力量 而且不同的音符 才会导致我们这个音 听起来非常有亮点 非常好听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蕴含的 道理之一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啊 我们知道上面这个线之后啊 你看 这个咪和骚 当中也加个点 那这个点和这个点 包括这个作用 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什么 延长前面的一半 但是呢 他呢 叫做小幅点啊 你看 小幅有什么套点 是一盘 这个咪加一条线 这个半分 这个点是延长一半 我们到这儿 那这个骚两条线呢 刚好在边上 看到没有 学书你看 你再看这个音符就是 米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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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大大 当然了 我读的还有点高啊 你别忘记 它是低音区 是不是 那骚拉也是一下以上 我们待会可以整体读一遍啊 拉骚按照刚才咱们讲 也是一下以上 那这个咱们刚学完了 对不对 您看咱们边读边画 好不好 从第一句开始 一块打牌 预备 换气 米 扫扫 拉 都 热 米 拉 扫 热 米 热 注意 这个 瑞 是 瑞 这个两份 对不对 这块 米 骚 骚 拉 骚 拉 这个地方怎么读 同学们看啊 米骚呢 中间会加个点 这个米是个一半 这个点呢 我们是到这里 这个骚两条线是在边上 所以说我们再读就是 米 骚 骚 拉 对吧 骚 拉 注意看这啊 这个骚是个一拍半 这个六一条线是上来唱一半 所以说我们真正在学歌 你看 米 骚 骚 拉 骚 拉 拉 都 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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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么拉都这个地方是怎么表达 你看啊 同学们 拉都是 拉一半 这个点 是延长到这儿 这个都呢 在边上 骚 骚啊 是我们刚才学过的叫前八后十六 那这个米呢 是个两份 对不对 是不是就比较简单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ray前面有加个零啊 是吧 这个零是什么衣服呀 叫的修纸服 同学们一起把修纸服打出来 这个修纸服呢 就是一个空拍啊 不用读的意思 空拍不用读 但是咱们要站市场啊 就跟一个停车位 我们把东西放在那 但是呢 没有停上吃 对不对 一个道理 你看前面这个下了一半 这个ray是上了一半 站着位置啊 站着位置 这是我的 对不对 空不用读 注意 这里我要再插入一个知识了 同学们看这个 拉和re是一下一声 但是这个re 里面同学们会发现啊 这个re是加一条线 那么这个线和咱们刚才学这个圆滑线 有什么本质不一样呢 它就是相同音符呀 同学们相同音符呀 我们就是要延长的 叫延音线 那么怎么延长呢 就两个音 这不是相同的吗 是吧 你读一个就行了 读开头第一个 你看 那我们同学们 你能不能回答老师 我在没说出答案之前 你告诉我这个2 它唱几盘 我给大家五秒钟思考时间 首先我们分析 这个是半分 这个两条线 是个四分之一盘 对不对 四分之一盘 那么加到一块 是不是从这 我们要唱到这 你看怎么读 打牌就是 听到没有 这个都就是个很好例子 连到一起唱够四盘就行了 对不对 同学们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试试整体 把前面咱们 踏踏实实学的三句 读一遍 预备 换气 换气 嗓嗓 啦 换气 米 嗓 嗓 啦 嗓 啦 啦 道 锐 米 嗓 米 换气 空 锐 米 嗓 啦 锐 锐 锐 米 道 四分 如果你感觉老师讲得好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启 你 这是 弟